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福音 感谢神也求神帮助我 可以越讲越讲得清楚 越讲得对大家越有益处 感觉上去呢 这个福音系列还是对不少人有帮助 这也是一个对我也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温习 今天是想解决这样一个信仰上的问题 信仰上有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科学 科学跟信仰到底怎么看 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科学家 科学里面最难的就是三大领域 一个是地质 一个是天体物理 一个是医学生物 还有就是信仰与文化 信仰与灾难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说我们需要来思考 那我都思考过 如果在这样的一些的问题上 没有解决的 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继续地往前走 所以今天解决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经验 或者这样的思考 就是这个灵是怎么回事 我们讲的灵不是灵界 不是讲的灵界 而是说 圣经上说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灵 我们是有灵魂体 我们简单的这样的来分类 我们身体大家都是看得见的 魂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吹了一口气 在我们的里面 跟我们这个苏土的这样一个本质 一结合 就产生了我们的精神境界 英文里面叫做identity 你怎么样认识这个人 你认识这个人 你要对身体 关系 行为 这个叫做我们的体 健康 这个理解 认识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精神 他的思想情感意志 有些人是理性非常强 有些人一个口号 就能够得奥运会干军 这个就是体 还有就是情感 或者是演员 或者是音乐 艺术 那么灵是什么呢 那灵对神学家告诉我们 灵就是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人的良心 一个就是我们人的直觉 对某些的恐高症 或者某些的一些的自然的环境 你一种直觉的躲避 惧怕 拒绝 对某种人的直觉的认识 不需要经验 不需要学识 不需要 一碰到这个人就知道 这个人可教 或者这个人可亲 等等 这直觉 第三 人的灵就是跟神的交通 这是神学家告诉我们的 就是个天窗 就是借着这个天窗 上帝的光照进来 就照亮了我们人的 里面的 这样一个精神的境界 特别是我们这个人 借着重生得救 信仰上帝 信仰耶稣基督 这个人的灵就活过来了 所以我们人是有三个部分 一个灵 一个魂 一个体 那今天我们来 主要来思考的 在信仰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这样的一种的 这个 难处 也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灵是怎么回事 灵是个什么东西 最开始对我来说 看了很多的封神演义 看完以后 越看了就越觉得 没有办法 这个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以前跟大家讲过 有很多的实验 实验也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就是今天这个题目 灵不一定是神 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讲 灵不灵 有人说 东边拍拍手 灵了我就跟东 西边拍拍手 灵了我就跟西 他是这样的 这个叫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 谁灵就跟谁 以前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的这个 入美 我的这个室友 是一个搞经济的 国内的一个学经济博士 他有一个大事发生了 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大事 大事发生了 他就跟我讲 出现你为我祷告 背着我 他就找福教徒 某某 你为我祷告 二人要找另外一个 他说 回来就很志好跟我讲 你们信上帝的 你们信什么 全部给我祷告 我搞了半天是这样一个人 你们总有一个人会灵的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 信仰的里面 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人 我们人 到底 人生是怎么回事 人生的结束是什么回事 人生的开始是什么回事 上帝又是从哪来的 这个灵又是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呢 认识灵呢 本身就是一个探险 一个探索 一个历程 那亲身经历呢 就是一种古老的学习方式 学习有很多的方式 有启示的方式 有读书的方式 有实验的方式 有这个师父带徒弟的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自己去探险 远游 考古 考察 做这个笔录 邮寄 写报告 摄影 人类学 这个就是一种的方式 那么有一位牧师呢 大家很多人都认识 叫蔡师姆 我有一次听他说 他为什么要去非洲啊 他为什么要去非洲宣教 他突然讲了一句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人去非洲是这个意思 他说我要在 不同的民族的里面看 上帝的话是不是真的 对西方人以前是真的 举例来说 后来对华人也是真的 那对非洲人是不是真的 还有这样的一种的 宣教的一种的目标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他要看 他就发现 上帝的话在所有的民族里面 都是真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探写 邮寄 考古 访查 宣教 这样的 所以我就是以这种方式 去探索了很多年 这样的一个 关于灵的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自己的 亲身的体会 所以我得到的 我基本上考虑的 收集的都是第一手资料 就是当事人跟我说的 我才讲出来 其他的很多的书上的 当然也是他的记录 对不对 第二手第三手 我基本上就不采用 那我有一个假设 因为对我来很苦恼 上帝是看不见的 我父亲当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你在天上有个爸爸 哎呀 我听得毛骨鼠然 你在天上有个爸爸 比我更爱你 我看了我的父亲 我不敢相信他是医学博士 我不敢相信他是教授 他当着我那边讲这个 天上有个爸爸 天我看上去 除了那个云 除了这个蓝的 看不到什么 比我更爱你 所以这个上帝是看不见的 那你怎么样去 认知 体会 感受 接触 对不对 所以我有一个假设 如果我能够证明体验到 经验到 灵的存在 就可能证实神的存在 我如果能够经验体验 灵本身 我就可能经历体验神本身 我如果能够解决灵的认识和认知 就能够解决神的认识和认知 圣经上太多的关于讲道灵 圣经上谁能够听得懂呢 谁能够知道呢 谁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毛雨露呢 对不对 不知道 所以这是我的假设 我一定要亲身的去观察 聆听 接触 体验 第一手的资料 是这样的 圣经当中有很多灵的说法 比方说创世纪第二章七节里面说 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一个个的去一字一字的去查 我就把它引用出来 创世纪里面讲到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而且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里面讲到 叫人活的是灵 首先最重要的是灵 第二才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肉体 第二才是我们这个身体肉体的存在 是灵叫我们活 我们才活过来 不但是活得有存在的意义 而且还有这种的信仰 幸福的意义 那么第三呢 圣经在有一个说法说 神就是个灵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讲 神是个灵 所以敬拜他的 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是个灵 你跟他交往要用灵交 是这样的 首先是灵交 那灵交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灵又在哪里呢 我怎么知道呢 我的灵是怎么表达呢 我怎么体会呢 这里面一大堆的问题 首先要明白它的存在 然后要体验它的表达 然后自己还要来 能够来感受灵的不断的 灵是一个又不是个静止的 又不是个无稽的 又不像个石头 它是个活的 那我怎么样的体会呢 哥林多前说二章十一节里面 讲到人里头的灵 我们里头有个灵 神也是个灵 我们里头又有灵 你看见没有 这是信仰很重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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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个 一个话题 一个 一个难关 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六节里面 讲到灵的重生 灵还要重生 还要活过来 哥林多后出十五章 四十四节里面讲到 后来我们的灵 还有一个新的身体 我们现在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这个人 住进这样一个身体 以后不是这样 以后是另外一个 有人讲过 我也查过这样的书 是有人亲自的到天上去 经历以后 等会我再讲 看到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但在天上怎么样 我们彼此认识呢 它是有圣经根据的 它也是有人经验过的 这些问题呢 就是我们 可以说是 非常 繁多的 浩瀚的 这样一种信仰的问题 包括灵的问题 一点点 我就让大家知道 这只是其中一点点 对吧 里面说还有什么 灵的浇灌 对不对 灵里面还被浇灌 对不对 灵里面还会有 还会有忧伤 等等 那我们来看 认识灵的第一手资料 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我读过的书 我自己见过的人 我听到的 有很多的这种的说法 对吧 你比方说 我在大学的系主任 那是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有 这个 这个 这个学术权威吧 可以是这样讲 那他呢 也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 也是特别器重我 因为大学那个时候 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知道我是基督徒 当时来说是 毕业是要分配的 而且很有一个可能 我的分配是 不好的 是有这个可能的 其中一个事实 就是吴天凡的分配 就分配到 这个 这个昆明 离开昆明 八个小时 离个高山上 举例来说 对吧 所以这个系主任 非常器重我 所以他那个时候 毕业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是留校的 我是最先知道的 只有六个人留校 对吧 所以我很感激他 后来 来了美国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跟卧里去看他 回过头去看他 没有想到 我进了他的家 我就一愣 我就觉得阴生生的 我觉得里面不对 这个系主任的眼神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以前是一个非常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光彩造人的 这样一个 走到哪里 按照今天的说法 叫什么 场气 这叫什么 气场 对不对 我们进去里面感觉不对 对吧 窝里也感觉不对 对吧 然后呢一群 可能十几只猫 对吧 那在恐怖电影里面 猫 那个 有的时候是不好的象征 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对猫的歧视 没有这个 对吧 但是的话呢 我们就问他 我就开始问他 跟他谈谈谈 我就跟他问他 他就讲 他现在在做气功 然后又是怎么样 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他做气功是为了 一个身体的 还是一个运动呢 还是一个传统呢 他就跟我讲 没有人知道 我在做气功的里面 我就 有那个 灵界的东西 他就是他用灵界的咒语 或者灵界的这种的 我一下就知道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就是我关心他 那你家里怎么样 然后他说 家里不行 儿子 用那个锄头 把那个门 砍了 把那个 家里暴力啊 把那个锄头 把那个门砍了 然后又是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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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夫妻不合了 又是一大堆的 我就知道 让他家里出问题了 就是灵 这个就是灵 这个灵不对 你知道吗 走火入魔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所认识的 一位弟兄 信主 他其实也是教会的一个同工 他在信主的时候 在信主之前 他做了一件措施 他看了一个 大概十几集的 这个讲世界的独裁者 就是包括这个 这个叫做希特勒 他看了以后 他里面野心就 蒙发了 他就当时啊 他自己亲口讲的 他当时就有一个 这样一个祷告 或者是这样一个护修 他说我要成为这个 全世界的统治的独裁者 没有想到灵就进去了 这个人后来就很苦很苦 哇 那个家里啊 那种的 无论是夫妻关系 无论是他的经济状况 无论是他整个人 整个的人 远近闻名啊 基本上这个人 连香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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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有电台 专门为他做一个节目 赶鬼 走到哪里 他说我走到哪里 教会的牧师就把我赶出来 没有办法 就是他这个人着魔了 所以你看 这个人啊 不能随 无论是电影 无论是小说 无论是什么 不能随便去 我们人是有一个灵的 大气层的保护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 一个灵的大气层的保护 你如果稍微不小心 你误入灵界 那你就完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就是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误入了灵界 那种黑暗的势力 进到他的里面 所以呢 他自己亲口跟我们讲的 到了一个教会 就吐啊 吐了一盆子 那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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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呕吐出来 香港的那个 两有电台 专门为他做一个节目 告诉他怎么赶鬼 后再 我们也去帮助他 后来 最后感谢神 他应该说是 算是恢复了 某种的正常 但是他整个的人生 就没有了 基本上这个 这么几十年过去 这个就是什么 狂傲愚昧 那一种的 那一种的 没有在神的灵的保护的里面 这个就是负面的经历 我听过很多 我自己呢 当时也热衷于各种的灵业 我也在乡下的各种民间宗教 看相了 算命了 感谢神保守我 我也悔改了 我也求主的 所以保血 真的是保血 为什么 我里面感觉到 我像有一个 天使般的一种的 洁白的衣服笼罩着我 把我能够保护起来 所以以前有一位教会的领袖 以前有一位教会的领袖 来到我们家 他就说了 他说他里面有一个 到外面去传福音 到外面去侍奉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惧怕 晚上一个人睡不着觉 他总要开灯 总是觉得 在睡着的时候 有个什么东西 在他的床边 晃来晃去 所以的话呢 我就说 你这次来到我们家 就不会了 所以我们就 沃恩沃利 和我们一起为他祷告 当天晚上 他就睡着了 他就再也没来了 而且他就觉得 有一个透亮的白沙 照在他的周围 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还有另外一个人 一个张弟兄在东部的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他这个经历就是说 他跟他太太开车出去 他们当时从中国到来 很多东西也不懂 走到一半 圣灵感动他 赶快回去 他自己的那个婴儿 还是睡在婴儿床上 那个婴儿可能出事了 他们赶快开半个小时 开回去啊 整个的家里冒婴 但是他一进去就发现 他的那个孩子 那个婴儿床 有个透亮的白沙 罩住了 一点伤害都没有 你看到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灵的保护 灵的保护 我们每个人都有灵的保护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宝血 就是这个意思 我那个时候 我是认罪悔改了 看相算命 我的相数都去抄的 我都去抄血的 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里面觉得 被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 厚厚的遮盖了 没有受到伤害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灵的探血 就是去碰 去摸 当然这些 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那正面 正面的例子也有 比方说我的父亲 就跟我解释 他是人体解剖学教授 他就说人体解剖的角度来讲 按照自然的科学 人没有灵魂 他讲到 把人的大脑打开 就是一大豆腐了 把人的心脏打开 就是一个雪棒 然后苏联的宇航员 飞到太空的里面 往窗外一看 没有天使 他说在自然界或科学界 你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灵魂 他也跟世界著名的解剖学家 来讨论 人西方的医学是怎么样 从这个大脑的神经刺激放电 变成灵的这种的思想意识 国际医学最高的这种科学家 没办法解释 怎么样从大脑皮层的这种的刺激放电 然后就形成某种的这种的形象 这种的思想 没有办法解决 也就是说从物理现象 怎么变成精神现象 我也上过这样的哲学课 一个哲学老师 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哲学老师 我们教室就三个人 哲学老师也不看学生的 就是一遍夺步自言自语 就是这样自己跟自己讲 下面人或者是三个人 或者是打课 我们当时就看过一篇文章 人有没有灵魂 有一个牧师就跟一个出车祸的人 去谈话 这个出车祸的人说 牧师 假设我现在心脏是移植的 大脑又是移植的 我的心脏是张三的心脏 然后呢 我的大脑是李氏的心脏 然后我复活呢 到底是我这个王武的身体复活 还是张三的心脏复活 还是李氏的大脑复活 我复活的到底是谁 没有解的 没有解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学过这个哲学的文章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的里面 包括我父亲讲的 他跟世界上最著名的解剖学家 来讨论这个问题 大脑皮层的放电 怎么从这种生物现象 变成人的精神现象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父亲就解释 用信仰的解释 那个解剖学家说 哇 他说你这个很厉害 你这个有解的 所以人的灵魂到底存不存在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感受 你怎么经验 你怎么交往 你看见没有 这个东西变成形而上 还是形而下 然后当然我父亲出事故的这个事情 骑自行车摔到地上 很多人听过 我就只提一提 他就是一种超然的灵魂出效 亲口跟我讲 他的灵魂上升 到了一个高度 看到一群人围着自己 他又回去了 他没有像其他人说 耶稣说 你的时候没到 他没有 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他就是上去以后发现 他就这样回来了 不像我的岳母 到了天上去以后 看到一切 然后回来要传福音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位温州的老弟兄 也是一个牧者 大概年纪很大了 我在温州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有一个故事 我就问他 我说 我说 牧师啊 你说温州为什么 这么多的这个信主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就告诉你 这是神做的 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以前有一个干部 老师逼迫我 老师逼迫我 我们也在属面前 就是接受 反正是苦难 从神来的 我们就接受 结果有一天 这个干部啊 哇 吓得不掉 跑到他这来 他说什么 他说 你一定要帮我 为什么帮我 他说 我的家里 那个厨房啊 那个厨房的 那个柜子啊 没有任何的人 就自己 啪啪啪啪啪 然后锅碗瓢瓶 跳起来 闹鬼了 真的闹鬼了 就是这样 亲口跟我讲的 都是第一手之调 他说 哇 我就知道 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来了 他赶快跟这个贵部讲 跪下 祷告 悔改 那个 赶快跪下 祷告 悔改 结果到他们家里一去 完了 一祷告 全部就平安无事了 真的呀 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是 老弟兄啊 七八岁老弟兄 亲口跟我讲的 我听到一下 乐了 我说 真的还有这样的事 对吧 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听各种各样的这种 当事人的 这种的 他们的回顾 他们的解释 是有灵 是有灵 那 听多了 你思想多了 你查考很多的书籍 有很多的书籍 像西方的有些书籍 印度的 我都没有包括进来 因为我对他们不了解 当事人的见证 有 那个 徐弟兄 我以前讲过 这个徐弟兄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个弟弟 他有一个弟弟 当时很软弱 在这个 宗教的 这个迫害的里面 他非常的胆小 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 他也很软弱 好好把工作搞好 好好的过日子 就可以了 结果呢 他们就下乡 那个时候应该是叫做世青吧 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 下乡 下乡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看到一堆人 在那个村子里 围着一个 围着一圈 然后在那里 跳大仙的 在那里跳大仙 念念有词 就是跳大仙 跳大神 他们就发生什么事了 这里有个小孩子 感冒了 然后呢 这个得重病了 现在呢 看上去生命垂危了 他们就请了这个 跳大神的 来 跳大神 再来跳 他们就围观 围观的时候 突然这个跳大神的 不跳了 你们中间有基督徒 哇 大家查谁是基督徒 谁是基督徒 这个跳大神的 我不干了 我回家了 他回家了 结果他们查出来 就是这个许弟兄的 弟弟是基督徒 我要找你要命 我们的孩子要死了 我们请了这个 跳大神的来 本来可以救活他 结果他因为你在这里 就是说 民间宗教把他认出来了 他不跳了 回去了 我们要找你要命 哇 把他笑 这是真实的故事 许弟兄亲口讲的 啊 他们就紧张啊 晚上就有 他就在一起祷告啊 他就在这个 在神面前求啊 对吧 你一定要心神迹啊 不然我们 没办法过去啊 而且你的民要受亏损 结果到了第二天找到 这个孩子活过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零认识你 零认识你 另外有个气功大师 也是这个许弟兄 也是这个许弟兄 他就是 作为这个湖北的 这个政协的常委 每隔一段时间呢 我也不知道是两年 还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要包机 湖北要包机 去北京 去开这个政协的大会 每一次做包机的时候呢 里面就有位气功大师 很有名的 在湖北非常有名的 对吧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称务员 这个空姐 就叫叫 啊 某某大师啊 我们前面首长 请你去治病啊 对吧 然后这个大师就 就就 就从许弟兄 这个 他是高级工程师 从他身边走过 这个许高工就祷告 主啊 我在这个飞机上 他就不能 发空 他经常祷告 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封他的工 有吧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是神的名 谁是真神 结果到了前面 弄了半天 就听到这个大师就说 手长啊 对不起啊 这次不行了 下次再来吧 就回来 走过来 走过来 就看了许弟兄一眼 因为整个的他们去 这个参加政协会的 几乎每个人都会打招呼握手 就是他们两个人 彼此心照不宣 你也不握我的手 我也不握你的手 为什么 你有灵 我也有灵 但是我里面的更大 这是圣经上所作的 圣经上约翰一书里面说的 在你里面的 比那在外面的更大 这个就是灵 虽然看不见 它的形状 它的灵的形状 颜色 气味 重量 你不知道 按照物理的说法 对不对 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可以感受 可以认识 可以体验的 还有一位 就是这个 一位科学家 当时是我的邻居 科学家 他就讲到 他的一个很奇特的 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 我也以前也讲过 这样的见证 就是他是非常出色的科学家 而且他的先生呢 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厂的副总指挥 最大的钢铁厂 副总指挥 然后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得了一个重病 下身瘫痪 结果把他吓得不容易 他说我这样一个年轻的 下身就瘫痪了 怎么办 所以就看各种的医生 没有用 看各种的中医 也没有用 后来就有一个 他的亲戚就跟他讲 这样吧 我把你的深圳八字 带到深山老林 杭州的一个影视那里去 结果他就只要了 他的姓名和深圳八字 也就是出生年月日 就到了杭州的深山老林 结果回来 就带了一张纸 密密麻麻写下了 他的一生的大事 全部写出来 把这个人吓得 这个科学家吓得不得了 没有人知道我的事情 全部写出来 他说我是彻头彻尾的 唯物主义者 这下我变成一个 宿命论了 我相信命了 实际上一定有命 怎么这个人会知道 没有人知道 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问了他一句 他说今天这个纸 还在他的箱子里 那个影视写的 还在他的箱子里 我看他这个样子 好像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 因为他已经到美国来了 对吧 他就身体好了 我看他那样子 像五十多岁 我说这个影视给你写的 说你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 你的命到哪里去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这个写的这个的 也不叫算命先生吧 叫这个影视 他写的说 这个人五十几岁的时候 命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看 因为当时圣灵就感动我 有一句话 就说你们的生命 生命连同耶稣一道 藏在神的里面 被改了 变成无穷的 算不出来了 这句话是许弟兄教我的 所以我们 每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被改了的 算不出来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的命 被别人算出来 你就有问题了 那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讲到当事人的见证 是 我们有灵 而且 别的灵 认识你里面的灵 而且你的灵 比外面的大 而且你里面的灵 是无穷大 是吧 无穷大 那第二个见证 第二个 第二类的 就是 一个过友人 弟兄大家都知道的 过友人 就在我们新墨西哥州 从台湾来的 在这里念书 然后呢 他是信福教 信得很厉害的 他是福教世家 出来的 然后 无论是他自己的 家族 还是他太太的家族 都是 信福教的 据他说 他的岳父 去世的时候 身上是有 檀香味的 这是造诣很高的 是这样 所以他那个时候 因为过友人的见证 很多人都听过 在网上也有 所以我就 不去细细地讲 是很神奇的 对吧 他每次呢 就是要跟基督徒辩论 而且他学过诡辩术 所以他跟我讲 基督徒 他后来跟我讲 基督徒不可能辩论过我 因为我学过诡辩术的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呢 他那个时候 但是他喜欢 来查经班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中国人 只有查经班 所以在查经班 可以失点中国饭 可以来讲讲中国话 可以来跟别人辩论 辩论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 我不跟你辩论 故伟人 我在活着的时候 会看到你信耶稣 对吧 所以我就经常就避开他 我知道他是非常会辩论的 对吧 所以到了后来 这个 他就主动来找我 这个故事很长 我就简单地讲 他主动来找我 他找我我就很害怕 不知道他还跟我辩论什么 对吧 他说你不要担心 我不会问 刁钻古怪的问题 我要信耶稣 对吧 他说我要信耶稣 哇 真想把我吓一跳 对吧 我就 后来就带他信了主 他就信了主 信了主以后 他就发现 很奇妙 因为他是有灵界经验的 他常常做梦 常常有灵感 会有事情 不好的事情 预先发生 还有他家里人 要住院了 反正他家里人 又出车祸了 打电话回台湾 每一次打电话回台湾 台湾在家里不相信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回事 打个电话 我要住院院 结果这个故事人说 我成了一个报上的人 不是报好消息的人 我打个电话回去 都报上的 对吧 所以他就很苦恼 对吧 他也问了当时的 在台湾的新云大师 他这个有没有 他说我这个冤家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这个冤家 新云大师告诉你 没办法解决 我说这个我 信了14年的福教 我怎么办呢 这个冤家 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就告诉他 救恩可以解决 救恩比零大 结果他真的是 信了主以后 彻底的人 这个人就进入自由 进入自由 他很多的时候 在大学吃饭的时候 就到我的办公室来 就跟我谈 他经常谈在里面 就有圣灵的感动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讲出来的话 就在圣经里面 他一讲什么 我说 你记得这句话 圣经里面有 他是真的吗 我就翻给他看 他又讲另外一句话 我又说 你这句话圣经里面有 他不得了 这个太吓人了 我讲的话 圣经里面有记载 这是什么意思 同被一个圣灵感动 对不对 就是神带领我们走的路 是有一个真理的路 对吧 那 另外一个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教会里 以前来了一位 这个福音朋友 这个福音朋友 他就是 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很高兴 他来跟我们聚会 唱诗听道 最后我们介绍朋友 站起来 站起来了 他就分享 他说 你们唱歌 我也唱得很高兴 你们祷告 我也祷告得很高兴 那你们敬拜上帝 我也敬拜得很高兴 但是我不知道 我的上帝 跟你们的上帝 是不是同一个 我说哪里还有这个说法 我说我信的神 跟你们信的神 是不是一个 那 接下来完了以后 我就来找他 我说你刚才讲 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也很灵 我父亲有病 我祷告了 他也得医治 我要上大学 我祷告了 大学我也上到了 然后有这个事情 我要祷告 也成功了 那个事情 祷告也成功了 很灵的 但是我不知道 跟你们是不是一个 我突然想到 上帝是有名字的 我说那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说我不知道 是我老姨教我的 他好像是叫什么 刷大神 我说刷大神 我说刷大神是什么意思 好像在历史上 有一位来到中国的 叫做孙大信 还是孙悟空 我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 他到底是孙悟空 孙大信 我都不知道 他三西人嘛 我说你要不要打电话 回去跟你老姨讲一讲 问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 过了一段时间 他真的来了 他说我老姨讲了 我们信的那个是叫狐狸鸡 灵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 叫做灵不一定是神 中国的文化的梵教 东边拍手 灵就跟东 西边拍手 灵就跟西 灵不一定是神 神一定灵 但是有没有真理呢 有没有永生呢 有没有赦罪呢 对不对 有没有意义呢 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就是区别 灵不一定是神 神一定是个灵 对吧 这样 所以后来他就信主了 我就跟他讲 我们就跟他讲 这个不 你这个是民间宗教 不是一个真正的 真神真理的上帝 不是这样的 那 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记载 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记载 孙大信 他的书 无论是他的历史的 这个 传记 还是他自己的传记 他是有天上的经历的 他是有天上的经历 那么他真的是 他的 这个 这个叫 史书上的记载 他每个星期到天上去一次 有些人就质疑 圣经上没有这个说法 我们不知道 这是他亲身经历 每个星期到天上去一次 而且他在心上看到很多的事情 我记得 我记得 如果不是他就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记得很深的 为什么 一般的 史面上有很多的 叫做死后的经历 或者是 就是说 就是说那种叫做什么 应该叫做 near death 就是说 他们 就像我岳母一样 他们有这种经历的 如果不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 第一 这本书我不买 我基本上不买这样书 第二 这样的书我基本上不看 我不买不看的原因 不是我不尊重知识 而是我在一个阶段的时候 几十年 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神把这个人带到我的面前 神把这句话带到我的面前 我就是手不去抓 不去碰 不去找 我用最严格的方法 如果神不把他带到我面前 我不买 不看 不碰 不听 是这样的 就是用几率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的经历 让他自己带到我面前 我来做判断 这是我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市面上的所有的这些的经历 无论是市面上有 哈佛大学的 有做心脏科医生的 有这样的 我基本上 我基本上都是不看的 基本上都是不看的 有的是偶然碰到了 我就看一下 所以我认为我所记到的是 孙大信的一个经历 他说根据圣经上说 他说 这个 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 他说其实我们在地上看到的 所有的建筑 山 所有的水 所有的树 都是什么 像那个照片的底片一样 不是真的 我们所看到的山和树 我们看得很清楚 其实在天上 是他的副胶片 反胶片 山上的树更美丽 山上的山更美丽 是透明的 而且每一个树叶 每一片树叶 就是一个百科前书 发光的 而且他自己向你发出信息 告诉你 哇 这个简直太 山上是透明的 山下是不透明的 你看这个树 就是天上的那个 天上的山 水 树 河流 是真的 而我们现在这个不是真的 我们所看到的山 水 树 不是真的 是以前照片的底片 山上的不但是真的 而且是活的 不但是活的 而且是充满智慧 每一片树叶都对你讲话 自己把它讲话 而且人 是在群刻之间 那些的智慧就 哇 就进来了 不要学的 我记得是孙大兴讲的 我记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才解释了 我从不看这个书 那个文章 我基本上不看的 基本上不看 让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的 一生当中不可 不可预见的这个经历 自己来找我 我就认为是从神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给我 哇 我说将来的世界 所以难怪会有 以前一个王老姊妹 这个亚特兰道的 他的先生去世的时候 就是转过身来 对他讲一句话 那边比这边好 就走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赵妈妈 在我们教会里赵妈妈 一直不要信主 非常讨厌基督教 对吧 这个很不高兴 你们老是跟他传福音 对不对 结果他信了 他信的主要 他说 我 上帝为我这里 我天上预备了一个房子 很漂亮的 你听了以后 你都不知道 该怎么相信他 肯定是真的嘛 对不对 肯定是真的嘛 他高兴 原来神给我 预备了一个房子 是这样 所以的话呢 这个天上的经历 是非常奇特的 还有一个 以前在一个进行会 我最开始在一个进行会的时候 基本上跟我们讲这句话的 三到五个人 那三到五个人 就讲的 都不是信主的 他就讲 你们基督徒还怕死 简直是不敢相信 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亲戚 他到天上去了以后 他天上当然不是 不是永世了 是天堂 去来回来以后 彻底人改变 再没有焦虑了 再没有忧虑了 那比太好了 他是这样的 这几个人都不信主的 他笑你们基督徒 他就是我们教会的 这些家庭的朋友 你们基督徒 怎么会这样生活的 他回来以后 彻底变了 彻底变了 还不信耶稣的 所以这是讲的 天上的经历 在史书上 还有一个穆安德烈 穆安德烈是 世界上著名的 伟大的神学家 伟大的牧师 伟大的教会的领袖 对不对 结果 有一次圣灵像风一样 他们在聚会 对不对 他们相信的 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的工作 引导 启示 安慰 光照 坚固 滋养 对不对 但是那一天 圣灵像风一样来 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了 这是世界最著名的 伟大牧师之一 他斥责弟兄姊妹 你们疯了 你们亵渎神 你们赶快跟我起来 旁边有一个老弟兄讲 你不要亵渎圣灵啊 这是圣灵的工作 他一下吓死了 他从来没看到 圣灵是这样工作的 这是书上记载的 他讲的圣灵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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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神 对不对 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让我们知道 他没有想到 圣灵不但是超乎众人之障 也惯乎众人之中 还住在个人中之内 像风一样 所有人倒地 在那里悔改 痛哭 就是这样的 他斥责他们 你们亵渎上帝 有一个人懂 你赶快闭嘴 你不要想象圣灵把你击杀了 他把你吓了 下一次再来 你就什么话都不要说 结果圣灵就要是又来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灵 这些东西我都经过大量的考证 这是他亲身经历的 他就不承认是这位主 还有分离 分离也是一样 分离 这个故事我也讲过很多次 他到教会的祷告会去 祷告了一年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们祷告会就问他 分离我们要不要为你的 这个 这个 救恩祷告 你可以得着永生 他说不要 为什么不要 他说我在你们这里待了一年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你们祷告的事情 你们自己也不关心 也不 也不关心他有没有成就 也不关心你们祷告哪个地方不对 也需要改进 没有任何事情成就 你们像空气一样 像空气一样祷告 有没有结果不管 那你们为我的永生祷告 那我的永生就没有了 我的救恩放在你们手里 他说要不然是你们出错 要不然是圣经出错 我是个律师 我是根据文本的 对不对 要不然是你们祷告出的问题 要不然是圣经写的问题 那我把我让你祷告 那我不完了嘛 我们永生得不到 你们也不会真正关心 道 但是圣灵亲自启示他 突然在他的办公室出现 他大哭 在神的面前大哭 后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 这样一个传道人 所以他就是什么 道的开启和灵的开启 是结合的 道是需要灵 灵是需要道 在英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就是讲一个题目 叫做神的灵与神的道 不要偏颇 不要失去平衡 是这样的 所以还有很多的经历 有的我也需要重新恢复 要记忆 有的要把它写出来 或者讲得更细 所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认识 一个结论 就是认识灵这件事情 不单是要有人生的亲自的经历 观察 体会 考证 还要有真理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成为一个漏洞 一个黑洞 一个阻碍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 在信仰上深入的 能够来认识神 来经历神 所以呢 信仰是要有真理的根基 信仰是要对灵 有一个真理的根基 就是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跟他交往 是要用灵交往 当然我们也需要心 我们需要我们的思想 情感 意志 我们都需要 但是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需要 心灵与诚实拜他 首先是灵 那么灵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包括今天早上 我三点钟 我两点钟起来 我在思考 我的灵能够感受神的灵吗 我的灵能够体会神的灵吗 我的灵能够接受神的灵吗 我的灵能够 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 当然我是能够体验的 我思考 只是一个方面 我想得再好 我不能感觉 不能体验 也是个问题 我边想我就在体验 我现在有没有 跟神的灵同在 有 我现在有没有 跟神的灵交往 有 我现在有没有 感受神的灵的爱 有 我现在有没有 感觉到神的灵 在供应我 有 你看见没有 这个叫什么 神是个灵 追求 和这个 跟神的交往 要用灵交 是有这种歌的 圣徒诗歌里面 是有这个歌的 要有灵交 第二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灵活 一切才活 灵不活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创意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我们的情绪 全部都僵住了 灵要活 其他的都活过来 所以这个是 圣经的真理 也是我们信仰的 一个真理 原则 也是我们今天 分享的目的 就是我们的灵 里面要常常保持 灵要与道 灵需要道 需要神的道 来滋养 来供应 来使我们成长 使我们健壮 使我们里面的人 刚强起来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就是灵刚强起来 如果一个人 经常有灵修 一个人一个人 经常有 灵里面的渴慕 灵里面的追求 灵里面的灵力 经历 看得出来的 他周围的人 都会受影响的 如果我们只活在 精神境界 思想情感意识 只活在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体的 这一个方面 我们的里面的 那个光 那个能力 那个影响力 那个 那种生命的光彩 是没有办法出来的 所以 我们的灵需要有道 要有道的滋养 成长 健壮 供应 刚强 是这样的 好 所以呢 在我们的教会 最近发生一件事 这是我们的 小君子妹 你们都不知道吧 她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她去动手术的时候 哇 耶稣基督就到手术室来了 就跟她讲话 你们要去问了 结果 我们那天呢 去新开的餐馆 白师傅的餐馆 我们就去 去 品尝新的餐馆的滋味 也去捧场 结果小君在那里 一直讲 一直讲 讲到一个地步 我说 我们到底是来吃饭的 我们还是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 哇 主啊 我说 我 我 我是来吃饭的 他不吃饭 他一直在讲 所以我就打断他了 当然我打断他 我就比较客气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来吃饭的 但是我一看 哇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被 遇见神 遇见了 你一直讲 他说他问主问题 主也回答问题 有些东西忘记问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常做准备 到时候 主来了 你不知道问什么 你都忘记问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 怎么讲 一方面 这样的经历 我们太多了 我今天讲这个 我40年的经历 我天天都经历 所以对他的经历 我不稀奇 但是我从反过去看 对他非常重要 可能是他的人生的里程碑 可能是他人生的突破 飞跃 可能是这个 所以我就 我就很 非常的 欣赏 看重 他的这个经历 那这个经历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意识 神的意识 还去挖掘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但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 不是很深的去挖掘 体会 明白神的旨意 三个月以后 可能就没了 不过如此 要小心 如果这个经历是真的 不应该三个月以后就退色了 如果退色了 这说明两个问题 那个 类似的 可能是有某种的想象 如果神真的遇见你 你是不可能忘记的 一生都不可能忘记的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有掺杂 一部分是真的 一部分是某种的 感受的 某种的 我不能讲想象 是一种的 恍惚的境界 这是有可能的 他一半是真的 一半就是一种 一种的 一种的 这种的 体会的一个 elaborate 还有一个 就是没有看重 没有看重 这一次神给你的经历 是终生的 不但是终生的 而且要影响你 周围所有的人 所以 我当时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观察 就是说 我要很欣赏 很看重 很鼓励 像吴文权 一直鼓励 鼓励他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观察 他如果真的是 遇见神 应该是彻底 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才真是遇见神 这个才是遇见神 所以 刚才讲的将来 世界之美 我就不讲了 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的话 灵这件事情 是我们很多人 都要思考的 到底是 人死如灯灭 还是 只是一个 另外一个开始 对吧 一个人到了一个年龄 他听到的话 耳朵就不一样了 到了这个年龄 听到很多人的话 都是有某种的 都是有某种的计划的 计划我下面的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都是有这样的 我以前听不到的 因为太年轻嘛 在那里追求追求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每个人 所以每个人 这个神真的是公平 上帝是公平的 每个人 人人 人人在这个世上都有一段路要走 在这段路走的时候 到底这个结束是怎么样 到底人生的 到底人生的终结是什么 到底神是怎么样 到底永世是怎么样 到底灵是怎么样 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 经验 体会认识 有真理的根据 有圣灵的带领 有圣徒的 这样的一种的 无边 无止境的见证 你心里是很虚的 很惧怕的 对吧 愿神祝福我们 愿我们在一生当中 我们借着事物俱续 谁出多方 点点滴滴 鸡毛蒜皮 让我们来认识 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 好 我们一起 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的人生 真的是不知不觉 一晃眼 就几十年过去 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 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 我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但是你的恩典 你的真理 你的同在是无限的 主啊 就求主让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每一天 丰丰富富的来经历你 丰丰富富的来 认识你 丰丰富富的来 来见证你 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人生 是何等的宝贵 让我们知道 这个人生只是 你的创造 你的救赎的一部分 并不是一个终结 给我们的宝贵 给我们有盼望 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里面 有平安 喜乐和向往 你在我们 这一个人生的里面 所做的奇妙的救赎 人类 人类实在是 非常的 凄惨 可怜 充满了各种的灾害 各种的战争 各种的黑暗 这样一个世界 实在是叫人 没有办法 能够相信 人生是美好的 除非我们有你的救赎 愿主祝福我们当中 每一位 祝福每一位 听到这个信息 思想 也来 也来带着盼望 来走人生道路的人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